雪崎还在犹豫 说道 姐姐你不懂 我一旦附体 从此就不能脱离了 她的身体也就是我自己的了 我一个成年人 哎呀 给你个十三岁的少女 你就满足吧 陈璐不耐烦地说道 下一次再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对方是个恐武大汉 或者是一个大肚子男人 你看看哪个好 最后这一句话 帮助雪崎做了决定 一咬牙对着叶少阳说道 多谢了 叶少阳和瑞朗玉相识一笑 叶少阳取出一张灵符 贴在阴阳镜上 说道 你先进来 速度要快 不要与外界接触 以她的元神之体 一旦接触人间空气 就会立刻化为惊魄 雪崎也知道这一点 点了点头 念力运转 迅速地钻入了灵符 那你等一会儿 我先处理一下 叶少阳把负着雪崎原神的灵符 先收了起来 望着那一只 被定魂的小女孩 手托着下巴 思考起来 瑞冷玉说道 动手啊 愣着干什么 天罗夜叉 是鬼鱼之魂 形态跟人间之鬼不一样 好杀不好收 而且她魂魄 早就跟小女孩的身体 融为一体 倒是挺麻烦的 没有办法吗 有 不过要费点事 而且 有失败的可能 我做法时 你们千万不要打扰 说完 叶少阳从背包里 翻找出一个小玻璃瓶 在上面用朱砂笔 画出道文 放在地上 然后让人帮忙 把小女孩松开 趴在地上 脸对着玻璃瓶 接着 画了一碗浮水 掰开小女孩的两只眼睛 往里面洒了一点 原本犀利的眼神 立刻就变得迷茫起来 瞳孔中 也泛起了一抹蓝色 叶少阳让小马过来 给她一小包白涅沙 吩咐她 一会儿怎么做 小马牢记住 四宝 你念往生咒 不停地念 四宝一愣 啊 你要超度她 这做不到啊 不是超度 我提魂的时候 你念往生咒 可以化解一些她的力气 成功率会高一点 四宝点了点头 盘膝坐下 从背包里 拿出一只沐鱼 一边敲 一边念起了往生咒 叶少阳掰开了 小女孩的嘴 用指甲 刺破她的舌头 然后把画好的 提魂符贴上去 对着吹了一口气 灵符上沾染的血 立刻化作一朵 微弱的绿色火苗 这便是 天罗夜叉的 原魂所在 叶少阳双手 捏着提魂符两头 慢慢地 从她嘴巴里拿出来 这小女孩 浑身立刻就软了下去 茅山提魂有神术 一魂二魂与我走 三魂命官不回头 叶少阳声调 古怪地念唱起来 这提魂歌 不是咒语 而是用来唱给提魂听的 用来麻痹 和吸引她的原神 移动到一半时 灵符上的火苗 跳动起来 叶少阳双手开始 微微颤抖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压制魂魄的反食之力 慢慢移动到 玻璃瓶的瓶口上 左手二指并起 夹出火苗 飞快地扔进玻璃瓶 鬼火 离开灵符的束缚 立刻跳动 试图钻出来 小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立刻就把白捏沙碗 瓶子里倒去 白色的沙里落下 迅速将鬼火盖住 玻璃瓶很快就装满 叶少阳用灵符 封住瓶口 尝出了一口气 大伙都凑了上来 往玻璃瓶里看去 在满满的白捏沙中间 有一个黑色的印记 好像鱼类的化石一样 仔细看 有一点恶魔的形态 这就完事了 小马诧异地问道 完事了 他的冤魂被锁在里面了 叶少阳叫来了呱呱 把玻璃瓶交给他 什么时候你去阴司 把这个交给萧良军 让他放出来自己处置 呱呱纳闷道 老大 你不是要灭魂的吗 如果是在战斗中 灭了他不可惜 现在 我费了这么大的精力 把他封住 再弄出来灭魂 未免没有意义 还是让他去地府收刑吧 说完 叶少阳把附着血骑魂魄的灵符 贴到了小女孩的面上 念了一遍咒语 轻松将他的魂魄 引入小女孩的体内 然后把灵符喝掉 笑道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等了几秒钟 小女孩突然睁开眼睛 眼神起初有点迷离 过了一会儿 才逐渐地聚焦 扎了一下 再度睁开 小女孩活动了一下手指 似乎在慢慢地适应 过了一会儿 她用力吐出一口气 从地上爬了起来 目光扫过众人 最后落在了叶少阳的脸上 谢谢你们 声音清凉 是一个小女孩的甜甜的声音 血骑 陈璐有点不敢相信 小女孩点了点头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还穿在身上的一套古代宫女服 叹了口气 哎 感觉像回到了少女时代 陈璐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上前爱恋地摸了摸她的脑袋说道 感觉怎么样 基本上能控制了 雪骑闭上了眼睛 用念力感知了一番 周身轨迹散发 凝聚成一道虚影 却是雪骑本人的模样 对着叶少阳猛然拍出一张 叶少阳争住 随即明白 也捏了个发掘迎击过去 双掌相接 发出砰的一声 叶少阳后退了一步 雪骑的鬼影晃了晃 然后收回到小女孩体内 一时还不能完全操控 雪骑看着叶少阳说道 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毕竟是心的身体 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 叶少阳安慰道 啊 我身体里 还有那天罗夜叉 残余的一些修为邪器 我可以慢慢炼化 叶少阳一听 很高兴 现在的雪骑有了身体 成了一具鬼尸 而且把自身的修为 也成功转移 他本来修为就很强 要是在炼化天罗夜叉 残余的那些邪器 修为就能更上一层楼 你这个样子好可爱啊 陈璐捏着雪骑的脸 妹妹运气真好 你这身体还是人身 而不是僵尸 大半天出现在阳光下 都没关系了 等于死而复伤 比你之前做鬼 还要好得多啊 雪骑不忍被他揉领 拿开他的手 瞪了他一眼 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 摆出这一副神情 很有点娇称可爱 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叶少阳想起 往日他那一副 高不可攀的冷艳姿态 再看看眼前这个 可爱的小萝莉 心里不免产生了一种 错乱的感觉 无罪知晓 脸ği 终于剂 优优独播剧 taş 优独播剧下